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54集 上京城最豪华 最清静 最有格局的酒楼就是百岁松居 第二个有贵客道 这贵客相当的贵 所以百岁松居的老板亲自在门外侧务着 将酒楼里所有的客人全公公静静的请了出去 留下了一个空旷清静的三层楼 酒楼里的掌柜自然觉得讶异 老板却是没做解释 这位老板也是在朝中有眼线的上等人物 早就瞧出来了这一男一女的身份 男的是南朝师仙 女的是皇帝的小师姑 这两个人加在一起 是可以在皇宫里雅实路散步的角色 更何况 是一个酒楼啊 临街的雅尖里 范贤一面歇一瞎着这个眼睛 望着街上的景色 一面往自己的嘴里灌着酒 喝了三杯却皱了皱眉头 喊老板进来换了 老板见他面色不好 顿时弱了想求失险莫报的想法 去换了北齐最出名的青米子 范贤喝了一口 点了点头 海棠有些纳闷的问道 先前事务良夜 全天下最好的烈酒 范大人不满意吗 嗯 我确实爱喝烈酒 范贤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面色有些怪异的说道 但是 现在就是不想喝五良夜 因为那个酒 有些旁的味道 让我不能太放松 五良夜呀 有青鱼糖的味道 有青叶的味道 有与范贤相关的味道 他今日不喜欢 海棠回复沉默 只是看着范贤饮酒 灌酒 眼睛 却越来越亮 似乎在欣赏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醉意见智 范贤眼中略有迷离之色 笑容也渐去舒朗 说道 是不是觉得 我这生幸福 偏生却半个借酒交仇的模样 看着有些滑稽可笑啊 少年不时愁滋味 范贤直注敲碗清歌 这是他转世以来 抄的第一首诗词 此时回忆当年 更有些复杂的滋味 他轻声载歌 刘于庆 刘于庆 呼吁恩人 姓娘亲 姓娘亲 既得阴功 全人生既困扶穷 休以俺那 爱银钱望骨肉的 狠旧奸凶 正是 乘除加减 尚有苍穷啊 这是红楼梦中 瞧解的叛词 刘于庆 海棠的眼睛更亮了 范贤常叹息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说道 海棠姑娘 你莫离我 有我一醉便好 为何要醉啊 男人要喝酒 有很多种理由 最充分的理由 便是情绪黯然 压力牺牲 范贤此行 北齐 获知神庙之密 缔结两国邦誼 成功的收拢了 北方蝶网 怎看也是春光明媚 却不知 他为何黯然 那压力 又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很简单 黯然 是因为一颗心 无灼落处 范贤在山洞里 与萧恩说过 他是世间一过客 所以始终是在以观光的心态 在看待这个人世 纵使臣服十八载 却依然与这个世界 有些隔膜感 若是没有婉儿 若是没有妹妹 若没有五竹那个家伙 范贤真恨不得洒然一身 自取世间快活 这压力啊 却来自于山洞里的那番对话 陈平平让范贤 把眼光放高一些 甚至高在天下之上 范贤在知晓神庙所在后 便开始明白了 开始独自承担这种压力 而这个事 事关天下的秘密 压榨了萧恩数十年 不知道压榨范贤多久 若去神庙 自然是白死一生 自己想守护的人怎么办 若是不去 则永远无法知晓当年的事情 范贤好生恼火 不知道之前 恨不得把萧恩的脑袋挖开 真知道了 却恨不得自己永远不知道 本来以安全起见 他应该回到京都 在官场上与商场上 好生的风光纪念 而将神庙的事情 永远的埋在心里 但又总有些不甘心 所以他有些恨自己 为什么会对叶青梅 会对这个肉身的母亲 如此的念念不忘 所以他不想喝无凉夜 甚至看着手中的玻璃酒杯 都有扔到地上砸碎的冲动 《红楼梦》里给乔姐的叛词 真的像是写给他自己一般 幸而重生 幸而与恩人 幸而有娘亲积德因公 让自己轻轻松松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获得一大笔财富 以打帮牛人的帮助 刘于庆 庆于年 自己的于年 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海棠那双明亮的双眼 似乎可以看透人心 竟是缓缓地说道 劝人生 既困扶贫 范贤悚然惊醒 虽然他明白自己 就算喝得烂醉如泥 也不可能在任何人面前 吐露自己的秘密 但是 为何海棠会这般说呢 其实海棠只是凑巧 说了这句而已 他看着范贤略有 癫狂的神情 便想到了传说中 南朝皇宫夜眼之上 事先出现人间的 癫狂不济 以为范贤是心道 人生轨迹已定 无穷繁华顺路而来 却生出了厌世之念 颓废之心 这种情况 在文人身上 极易见到 所以海棠轻声 说了那句话 便是纯以本心出发 想劝于范贤 一心为天下是民 因为海棠一直存信 范贤的骨子里 就是一个文人 天下熙熙攘攘 皆为历来历往 范贤基小说道 海棠姑娘 修天人之道 清静自然 爱惜子民 却不知道 他们要的只是利益而已 本官呢 并无开疆辟土的野心 也想让这天下黎明 能过得舒服些 但那必须是 我先过舒服 可要让百姓 过得舒服些 我手中必然要握有权力 可这世间 灌场朝廷 你若想身居高位 又如何能过得舒服呀 海棠听出他话里的 寒沙之意 微微微一正 说道 范大人 手操一方权柄 万望谨记 倒一二字 嗯哼 俗了 俗了 范贤将筷子 敲得震天响 那此碗 却没有碎 人之意于 禽兽者几兮啊 海棠 依然皱眉 说着 唯众议者尔 范大人 虽与我身处两国 但这天下子民 不论是庆国的子民 还是齐国的子民 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灵 大人若对道义二字 还有所敬畏 万望大人回国之后 尽力阻止 这天下的战事在起 平息天下干戈 这便是海棠的目的 范贤一直在猜的目的 很大的一个牌坊 如果是从旁的人嘴中 说出来 一定会觉得很恶心 但从海棠的嘴里 说出来 却显得很天然自然 让人很相信 范贤微吵一笑 说道 那萧恩 骗不是生灵了 杀萧恩一人 就世间万人 又何不可 这个萧恩 若是拖劳而出 与上山虎 父子联手 地权大掌 再将神庙秘密吐出 以北齐年轻皇帝的雄心 这天下只怕数年之后 又会陷入战火之中 所以他这般说 倒也有几分道理 天生范贤 根本没有政治家 与道德家的觉悟 冷笑说道 若百人要死 杀四十九人 活五十一人 姑娘杀 还是不杀呀 海棠莫然 良久无语 所以说 你我皆是 无情之人 范贤忽然不想再说 这些无趣的话题 有些生硬地将话题转开 人之异于 群寿者几夕 善甲鱼物也 海棠危政 抬头 范贤说道 我的武道修为不计姑娘 但若真的生死窝斗 姑娘却不见得能轻松杀了我 海棠点了点头 范贤饮了一杯酒 望着她的眼睛 静静地说道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善于利用一切的工具 武道修为 守重修心 外物之力 终究不可救世 海棠静静应道 范贤摇摇头 忠意者 并不见得能将意子发挥 牟利者 却不见得是个无意之徒 意者 大利也 这要目的正确 何必在乎手段 说完这句话 范贤自己愣住了 一番闲聊本是插话之举 却无意中触及了他自己的内心 就像是一道天光 忽然打在他的心间 顿时让他明白了自己的真心 究竟是什么 无情之人 或许 骨子里是个脱情之人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博奖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临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这一生总的来说 自己要轮圆了活一把 却始终不知道 自己应该如何轮圆了活 今日啊 终于有了分数 此刻他心中清醒 眼中却是酒意浓烈 盯着海棠 缓缓说了两个字 多谢 海棠今日言语上全盘落在下风 却也并不如何的会然 只是听着这多谢两个字 却是心头略感失措 看着范贤满是醉意的眼眸里 透着的那丝坚毅 他的心里忽然有些不安起来 略意沉存 毛子里亦是多了丝清澈 以大人之才 日后之南方便是一方好舞台 大人既不思战便是海棠之友 还望大人振一千人钢石 小心谨慎 多以万民为念 不可稍有自满之意 如此方式正途 范贤将酒杯轻轻搁在桌上 轻声说道 放心吧 我才刚上路呢 除了苦河之外 海棠当是北齐第一高手 由此家人在旁守护 又驱散了心头所有的游宜 范贤这顿酒 饮得是无比酣畅 虽有些孩子气得不肯喝五粮液 那青米子灌得多了 终究还是猴头干辣 胸中胀质 脑中浑浊 飘飘然 辅心心然的 醉倒在了桌上 这是范贤子 打开那个箱子之后 第一次醉倒 人事不行 却是在敌国上京的酒楼上 在那个根本不知 是敌室友的海棠姑娘面前 如此行事 实在是有些 这个古风的蠢气 您还真是一个看不透的人 海棠看着醉倒在桌子上边 像个孩子一样甜甜睡去的范贤 微笑说道 我一直想见的雪芹先生 范贤的头啊 有些痛 一双温暖柔软的手便伸了过来 轻轻按在他的太阳穴上揉着 他心头微惊 双眼却依然闭着没有睁开 开口说道 这是哪里啊 或许是因为酒喝的太多的缘故 所以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干涩 便觉得鹅角的双手 有一只离开 片刻之后 便有一个杯子 小心翼翼地递到嘴边 他尝了一口 发现是浓淡湿仪的蜂蜜 解酒最合适 不由笑了笑 他相信海棠不会对自己下毒 因为那样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正这般想着 忽然嗅到这深舟传来淡淡幽香 这香味极其清雅 却让他的心头荡漾了起来 一股子热力 从他的小腹处生腾而起直卵心之 于是那阵香味凑得更近了 柔软地靠在他的后脑 妩媚的身体碰撞 让范贤心中那团火烧得实在难耐 范贤猛地睁开双眼 毛子里面一片宁静中 有着挥之不去的一点欲念 看着眼前那双白玉素腕 看着那双淡青色的衣袖 说道 李李 子李李转过身来 身子一软就倒在他的怀里 双眼柔弱无比地望着他 多了一丝期盼 多了一丝忧怨 而人这一路被行 本就只差那一层 只没有痛破 范贤秀着那熟悉的女子体系 不由一阵恍惚 来到上京之后 自己只是在庙里偶尔看见他一面 早已决定不在于这个女子 有太多男女上的瓜哥 但今日 温欲重头身怀 那种熟悉而柔软的触感 与自己胸浮处不停的撕摸着 刚才还在喝海棠喝酒 这一刻 便在和丝里里亲热 范贤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只是有些想不明白 不是我不明白啊 这世界变化快 初夏的上京城 不起风则闷热 不落雨则晨起 实在是称不上是好天使 还好 此时天已经晚了 淡淡夜风掠过 让这小庙四周的建筑 都从白日里的烘烤中解脱出来 舒芝挂于庙顶眼角 一轮大大的圆明月 映衬在后方的遥远 但看着却有极静的夜空背景中 范贤系好了 苦腰带 像个银贼一般 陶冶似的从里面跑了出来 清秀的面容上 一片不可置信的荒谬感 到了庙门口 他豁然回首 看着坐在庙顶上 那轮圆月中的女子痛骂道 你跟你的师父一样 都是神经病啊你 范贤一向喜欢伪装自己 微羞的 甜甜的 天真的 虽然众人不信 却依然纯良的 但是今儿个 碰着这等天大的荒唐事 心中是又惊又怒 终于破口大骂了起来 海棠蹲在房顶 就像个看护孩子们谈恋爱的保姆一般 花布金没有扎在头上 却是记在了井上 看上去像某个世界里的大队长 他似乎也没有想到 范贤会醒得这么快 满脸惊讶 眼眸里却闪过了一丝 极淡的羞逸与笑意 扳上后 轻声说道 这么快啊 范贤怒了之后 马上傻了 这 这到底是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海棠似乎马上明白了过来 有些自责的 这个拍拍脑袋 说道 哎呀 怎么忘了 你是费界的徒弟 早知道先前下药的时候 就该加下剂量 月光微动 树枝青颤 海棠飘身而下 卫震起半点尘埃 轻飘飘地落在范贤的身边 他回首满脸微笑地看了内侍一眼 推开庙门 示意范贤与自己一道出去 庙外边尽是一片黑暗 远处的池塘里传来阵阵的挖鸣 一片农家气息 范贤心头却是一片怨妇气息 韩生逼问道 你给我下的什么药啊 春药 海棠说的理所当然正大光明 宫里最好的那种 你 范贤伸出食指 指着他比一般女子显得要挺直些的鼻梁 伸出将他的鼻子打烂的冲动 我是庆国使臣 他马上就是你们皇帝的女人 你好大的胆子呀 海棠的脸马上冷了下来 说道 范大人在雾渡河畔给我下药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自己胆子小啊 当时为敌 今日为友 怎能如此啊 范贤马上显得又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海棠微微一笑 说道 在宫中的时候 大人是怎么说的 多日之前的皇宫之中 海棠说 上次你给我的解药 臣皮放的太重 吃的有些苦 范贤一笑 直到对方已经看出了自己那日用的账 轻声说道 我是监察院的提司 不是求天道的高人 使些手段呢 是尝试 姑娘不要介意 当然 若您真的介意 您也可以给我那个下下那个药 这话说的有些轻条了 海棠却不像一般的女子那般红脸做修意 淡淡的说道 嗯 若有机会 自然会用的 诶 若有机会 自然会用的 若有机会啊 是 自然会用的 记忆力惊人的范贤 当然将这句话记得清清楚楚 没料到 对方身为一位姑娘家 居然真的用了 她不由冷横树生 心里恼火 却没有办法 自己让别人对自己下药 别人应自己 所请下药 似乎自己还真没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乎 范贤 举头望明月 低头恨姑娘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